欸其實下路都還不錯啦 只是這個其實回座超然離人的部分有點感 其他的話還是有很多優點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傑森宇 發自準的 Pamishama Ni Nazaki 所以這張最感人的動畫為目標 但究竟它有沒有成功呢 且聽我會有的到來 在這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們 請記得按下訂閱鈕 並開啟小鈴鐺 也獲取最新影片的動作 那3 2 1 始めましょう 那故事講說了 男主真身楊泰 但他好基友 阿修羅 在打奶球時 遇到一名奇裝異服 有著預證人力 自稱為奧丁的少女 走成蜀 然後被告知 這個世界30天後會毀滅 然後就開始輕鬆日常了 他的後期 真是揭露了 蜀身上其實也有種怪兵 他不能走路 也不能正常說話 一切都是藉著樣子電腦 然後最後就是楊泰把蜀 送金教授 帶回家 可喜可合 可喜可合 可屁啦 在一開始搬出世界末日 以及神之類的關鍵字 我還以為是要搞上神秘學之類的 然後前半的日常 以及音樂部分我覺得是做得還不錯啦 但是看到後面就越來越覺得不對勁了 那事實證明 我又猜錯了 原來這不是科幻題材的啊 以前就在一堆看不到設定 跳樓車的那個會心跟超能力的設定 我就看得懂啦 但是這一部又是這樣子的電腦 又是蘿格斯正後群 巨型品牌商和邏輯 都有很大的漏洞 而且前半部和後半部的風格 差異太大 導致非常嚴重的隔離感 那角色的部分呢 看我最多我發現自己的無限地址而已 那角色的部分就從男主 然後他開始做起吧 最後應該是馬克思三部動畫中 這個背景故事 裡面密天人力 都普通男主 而且感情線真的是讓人摸不著頭緒啦 在前半段 會追到性質的努力 然後拍電影那一集 主要被照走時 直接跟廚告白 然後最後也是宣熱出了 那後面在研究所那一段 可以看出羊胎非常沒耐心 以及被強情強制 他女主 呃...應該是女主吧 所證出 其實就是來搞笑還蠻萌的 一開始答應羊胎 要不要追到性質 然後...怎麼感覺後面就忘了 但是後期有時被載下景片 然後變成病頭 那最後說出 呃...這... 呃...就是你... 上一段不是才會羊胎弄哭 然後把羊胎的畫打到地上了 呃...我大概可以 拆除結局是想住處 出稱是羊胎 然後最後跟羊胎也生活在一起 等於這種感人結局 但單看這一段就是蠻感人的啦 只不過把全部串連在一起 就發現 這一段跟上一段 中間只相差不到幾分鐘 導致可能沒有什麼鋪陳 那現在角色除了一些變性質 和屏幕少年 就比較多的刻畫 其他角色就是工具人而已 那修羅我只記得 是基友和打籃球而已 那麻將大賽的主辦律師 大概只記得無限立職而已 然後那個拉麵店的學姐 就更不用說了 拉麵的損在根都比較高了 那雖然羊胎跟領胎少年 但或許一個被邊緣化 然後一個是被當心工具人 而且總覺得領胎少年人的海魯的橋段 都非常出戲啊 不過個人還是蠻喜歡第五話 對羊胎的角色塑造 OK 那總結來說 這部以客觀角度來說 是屬於在中間中規中矩那一種 你說得好 它有很多劇情上的漏洞 以及邏輯上的問題 你說爛呢 它也有一些優點 像那種卡在中間 不上不下的卡斯等級 其實這部的優點都是 馬子動畫會出現優點 導致很多觀眾 在看的時候會比較聚焦在於缺點部分 那如果滿分10分的話 我會給這部動畫 5.5分 那本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 另外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是傑聖魚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